Odia Jungle 艰苦的条件下,能生产出原子弹,不得不佩服当时的科学家,在神秘的核基地,在恶劣的环境下,为中国的国防科技能够赶上世界级水平,这些科学家奉献了自己的青春,有的还显出了自己的生命。 譬如,搞核武器的专家邓稼先科学家,他们是毛泽东时代光芒四射的科学家,这一辈的科学家值得人们尊敬,在重庆福林区白涛镇,有座金字山,这座看似平淡无奇的山里,隐藏了一个规模惊人的地下核工程基地,数十年来一直不被外人所知,直到2002年解密,这个核工程基地代号816,是世界最大的人工动体。 现在816成为了世纪文物保护单位,可供人们参观了,进门后,一到长约400米的主隧道,可容纳两辆轿车并排通行,这个动体目前所开放的面积,不到这个世界最大人工动体总面积的十分之一,目前几乎没有人把动体走完过,可想而知规模有多大,60年代的电梯,那时候可是个稀罕物,不过这电梯目前是不能使用的, 只有走楼梯,为了方便游客参观浏览,加装了灯光,主控制室,安放着当时国内最先进的计算机机体,计算机控制台正对的四个直径,约两米的圆形控制盘上,有一种黑科技的感觉。 这些仪器历经三十多年仍未秀时,在主控式另一端的严密系统插销盘上,分序号标注2001个小孔,同核反应堆内的2001个核反应孔相连,核反应堆大厅816工程的动体工程, 全部由部队承担,数万工程兵昼夜施工,整整挖了八年,条件之艰苦,超过常人想象,维修建816工程,整座大山被挖空,据说石方量达到151万立方米, 如果将这些石渣,铸成一米建方的石墙,可长达1500公里。 1984年,因国际局势变化,816工程被紧急叫停,其动体已完成建筑工程量的85%,安装工程量的60%,可以说只差一步就能投入生产。 816工程前后共投入6万人,总投资达7.4亿元人民币,折合现在的币值超千亿,相当于三峡大坝的总投资额, 它有着当时最为先进的核技术,是我们当时军工技术的巅峰之作,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。 18年间,数万军民被动体建设奉献了青春,万余名816厂职工家属,维和工业事业献了青春。 816地下河工程典型地反映了大三线工程的历经极建、缓建、停建的沧桑历程。 目前,参观者可在隧道中,看到各种红色字体的革命标语,或许能感受到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。 鱼工一山,人定盛天,以上图片均来源于网络,如有侵权,请马上联系作者。